击打州屋大臣纳多斯里阿莫巴莎 昨天晚间惊传身体不适 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 他随后还被送入加护病房 家属彻夜守在医院 警方也派人前往医院驻守 如今过了一个晚上 阿莫巴莎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不过他依然还在加护病房 击打州秘书向媒体透露 阿莫巴莎是因为出现 肠道相关并发症而身体不适 情况并不严重 一旦他的情况好转 就会从加护病房 转入普通病房继续观察 而根据阿莫巴莎的妻子透露 丈夫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病痛 每年也都会定期进行 好几次的身体检查 不过由于阿莫巴莎的父母 都有心脏病的病史 因此家人都格外注意 阿莫巴莎昨天晚上 还以武统击打州主席的身份 在一家酒店主持会议 商讨刮拉江沙的补选事宜 不过在傍晚七点左右 他突然感觉头晕不舒服 众人紧急将他送入 击打医药中心治疗 家属推测 66岁的阿莫巴莎 很可能是因为过度操劳 加上不定时用餐 因此身体才会出状况 尽管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不过由于院方 还是要进行多项的检测 因此预计他今天内都无法回家休养 让他先用打了 我先用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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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用打烈